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些因果的东西丝毫不爽 很多你们在做的是第一次听我讲课 那都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 什么因果 有的还说我吃三斤肉怕什么 那我是很规矩吃三斤肉 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回来 回来之后冰箱都空了 好久不在家 就是孩子一大堆买点新鲜鱼吧 那个带鱼 你们知道那个白带鱼 孩子喜欢吃 就去生松超市买 这个挺新鲜的 我一看这个很新鲜 这个鳞都没掉一点 震光瓦亮的 那就给孩子买一点吧 买一点去抓他 抓了几条要拿去给那边撑啊 这抓的时候没事 往那一放说 小弟帮我撑一下 哇 整个胳膊不能动他了 这我就当然不媚因果啊 当然知道咋回事了 你要吃我们的肉 那你可以帮我们的忙 这一下一看 这还不是那几条鱼 这无量无数的鱼 虾都来找上来了 你这是同类嘛 虾兵蟹将 对吧 这都来了 我就一看 我就赶紧念孔雀明王咒 用孔雀明王咒一迟念以后 冤亲债主不能讨债啊 迟也没用 他胳膊还是不能动 还是疼 但我后来就用退空性以后 念孔雀明王咒是自己要念 后来这个不好使就要退空性 退空性问他们 这个就是要跟人家灵通 沟通 你不要看他们说 那个鱼就那么小 它有什么灵啊 它跟人一样 万物皆有灵 你不要以为它们不是生命 所以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到底要什么才肯走 我说 又不是我杀你们的 对不对 大不了我不买你们了 他们说 别 你还是 我们就找你帮忙 你还把我们拿回去吃 但是事你得帮了 然后我说 那你们要什么 他说 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每次拜法会用的都是阿弥陀佛的 这个叫西方极乐超度法 然后结果我说 好 那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声 全部退出去了 胳膊马上就没有病了 马上就好了 这个叫不媚因果 大象要重视 所以当你突然腿 胳膊不能动了 你怎么办 你或者是哪儿突然疼了一下 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东西找上来了 找上来了 那你要帮忙 你要帮忙 所以大家要知道三镜肉要不要超度 要啊 所以要不媚因果 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病从哪里来的 病从什么肉啊 对了 所以你们吃了多少众生肉 所以这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 那你有没有办超度啊 有没有帮他们啊 你的家人呢 对不对 有的人长辈生病了 还拼命的买王八给他吃 买什么牛娃给他吃 又是新鲜的牛娃粥 又是新鲜的王八 说王八补得好 你们这叫山瑞 你们这不叫王八 那个叫河里的龟 那个东西吃的报复力特别强 因为他这个会修炼 你看他这个乌龟一年不吃东西 他还可以活 为什么 他这个 你关在屋里他活不了 你放在池塘里 他可以吸日经月华 他中午的时候你去那个放生池看 中午乌龟都在干啥 他不理你的 他就对着太阳 那个小嘴就是吸气 晚上的十五的 晚上你去那个 十五的前三后三七天你去放生池 他都对着月亮在那里吸这些东西 一个他 一个蛇 蛇 甲鱼 牛蛙 还有黄晒 泥丘 这些都不可以吃 还有牛肉 牛肉为什么不可以吃啊 牛在我们阎王的殿前守门的 就是一个牛头 还有一个马面 马面就是马的肉 所以人类是不吃马的肉了 现在是乱吃 把马肉掺到牛肉里卖 马肉掺到什么肉里卖 乱吃 人类是不吃马肉的 以前你像印度现在他保持着传承 他还不吃牛的 不可以杀牛的 但是我们后来受西方的影响 那么大量地吃牛肉 吃了牛肉 你到欧洲去看很多人身上长 他们的皮肤很白 但是都是花斑 很像花斑牛的皮肤的颜色 所以很多皮肤病 很多什么病就出来了 牛的报复力很强 很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